我母亲是选美冠军,我躲了她十年,现在她又找到我了,我很害怕。 从小到大,我的母亲依芙林对我恨之入骨,我是独生女,但在她眼里,我是她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,我很清楚自己出生的情况。 我母亲说,她当时十九岁,美丽,自由,聪明,还是选美明星,刚刚赢得了布里克敦小姐称号, 正冲着俄克拉和马周小姐的目标前进,但是当她生病后,情况就不同了。 这里生病的意思指的是她怀上了我,她说我毁了她,说我把她从聚光灯下赶走了,为了养育我,她的生命都被吸走了。 但她不会告诉你的是,她不只是生病了,她还爱上了一个法官,她骗她说会给她一个闪亮的皇冠,如果你对她刨根问底,她是不会承认的,反正在她眼里,我就是毁掉她一切的人。 由此你可以想象到我的童年有多糟糕。 她每次跟我说话时都会恶语相对,尽管从未打过我,但她知道如何给我灌输更深,更个人化的痛苦。 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,我竭尽所能,参加俱乐部,运动会,我甚至做过学生会主席,但都没用。 她讨厌我,只把我看作毁了她生活的人。 在我16岁那年,我思想已经成熟起来,开始长得像我母亲了,她一定是注意到了,因为有一天放学回家,我发现床上放着一条粉红色的大褶裙,她帮我报名参加了两个阵外的选美比赛。 我终于受够了,我不会让她忽视了我,斥责了我一辈子,然后又突然利用我来实现她的梦想,绝对不可能。 于是我脱离了她的束缚,断绝一切联系,转而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,之后我高中毕业,上了大学,又结了婚,过上了在她那里从未有过的美好生活。 现在我26岁了,刚有了第一个宝宝,是一个女宝宝,我给她取名叫莉迪亚。 昨天晚上,我收到一个不认识的号码发过来的短信,阿德里亚娜,我是伊弗林,你可能随时会收到我的包裹。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手机,过去十年我换了好几次电话号码,不可能有亲戚可以把我的新号码给我母亲。 我镇定下来,回复道,你究竟是谁?这是什么恶心的玩笑吗? 下一条短信很快就发了过来,我看你的脾气从没变过,很快,我就会来看望可爱的外孙女了。 爱你的外婆,我知道这不是真的,她不可能知道我住在哪个州,更不用说具体地址了。 我不知道是谁对我看了这么恶心的恶作剧,但我立刻拉黑了这个号码。 接下来的几天里,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,号码已经拉黑了,我以为会到此为止了。 直到有一天晚上,我打开家门,发现前廊上有一个淡紫色的小盒子,盒子上有一个亮晶晶的蝴蝶结,上面系着一张纸条,纸条上写着,这利迪亚,爱你的外婆。 包裹上并没有邮寄标签,也没有退回地址,只有这几个可怕的字。 我用颤抖的双手,把盒子拿进屋,解开绑在一起的丝带,盒子里是一件粉色的褶裙,跟我母亲在我16岁那年给我买的那件一样。 只是这件小一些,可以给很小的孩子穿,我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,不管耍这个变态小把戏的人是谁,他都做得太过分了,这很变态。 我拿起手机,以最快的速度拨通了丈夫的电话,但电话立刻被挂断了,他去参加了一个滑雪旅行。 那里没有信号,我意识到打给我丈夫求救也帮不了我,所以在收到下一条未知号码发来的短信之前,我拨打了911,为未来明星准备的漂亮裙子。 尽早开始训练是很重要的,我很快就过去帮忙,爱你的外婆。 你这个变态,我生气地打着字,我不知道你是谁,也不知道你在玩什么把戏,但你最好离我家人远点,否则我要报警了。 我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,我感到精疲力竭,恶心极了,希望警察介入的威胁,足以让这一切停止。 我把莉迪亚从围栏里抱出来,紧紧地抱在怀里,然后抱到我的床上睡着了。 我决定在这整件事平息之前,不让我的宝贝女儿离开我的视线。 我承认,虽然我认为这是一个玩笑,但我也开始感到不安了。 第二天早上,这种不安就变成了真正的恐惧。 我被女儿在我胸口的哭声惊醒,睁开顺眼心松的双眼,我立刻又看了一眼,我孩子的头顶上戴着一顶小小的银色头罐。 看到这情景,我感到喉咙一阵发酸,我知道这不是我们的东西。 因为小时候的创伤,我拒绝给女儿买任何与玄梅有一点点关系的东西。 我从床上跳起来,快速跑到前门。 它大开着,有人来过我家,知道密码的人就只有我和丈夫,怎么会有人进到我家来? 我报了警,检查来后对我家进行了检查。 他们只跟我说,如果没有东西被偷的话,那就应该安装监控摄像头,并换上新锁。 我又害怕又生气,但也只能照他们说的做了。 线索后天才会到,摄像头则是下个星期,这时间太长了,让人不安,事件发展明显在升级。 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等到后天。 我当时已经惊慌失措了,刚按下提交订单的按键,我就又收到一条信息,又是一个陌生号码。 你太粗鲁了,阿德,不管你喜不喜欢,我都要见我的外孙女,绝不会被什么破锁挡在门外,这是我的权利。 你可以毁了我,但我不会让你把那个小女孩也毁了。 这次我真的吐了,阿德,只有我小时候,我母亲会这样叫我。 我从没和其他人提过这个名字,所以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个恶心的小名。 这不再感觉像是一个恶作剧了。 是她。 这么多年后,我母亲还是找到了我,我流着泪回复道,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的,我也不在乎。 这是我的家人,不是你的。 如果你再敢靠近我女儿,我发誓会杀了你。 几秒钟后,下一条短信就发了过来。 你可以试试,今晚我会和你一起吃饭。 那天剩下的时间,我都在恐慌中度过,我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堵上了,我绝不要冒任何风险。 我到底在怕什么? 这时她已经有四十五岁了,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,我肯定能致富她的,对吧? 七点半的时候,我让女儿上床睡觉,再三确认她无法进出这所房子之后,我坐在厨房里,手里握着一把刀,看着前面的草坪,不出所料,又收到一条短信。 这次的短信只有一张照片,是我在家的照片,拍到我在窗口,眼里充满恐惧。 另一条短信发来了,只简单地写着,我来了。 如果她在这里的话,那我要正面对抗她,我绝对不会害怕这个女人,我不会再让她控制我的生活了,我要结束这一切。 于是,我把门口的扶手已拉了出来,然后冲出了门前的草坪,手里还握着刀。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,眼也不眨地,站在街对面邻居家门前的草坪上,穿着我那件粉红色的褶裙,头戴一点银色头冠。 走近时,我开始意识到,她出了些可怕的问题。 她穿着的那件衣服,看起来破烂不堪,上面全是深棕色的污渍,从我站着的地方都能闻到。 不仅如此,她完全变样了,她那曾经的金色长卷发,现在变成了灰白的蓬乱头发,似乎已经开始一团团地从头上脱落,留下大片斑秃,她受得不可思议。 她那苍白泛黄的皮肤,像纸一样附着在骨头上,她的胳膊和腿上长满了绿色的浓包,看上去像霉菌一样。 还有她的脸,天哪,她的脸就像恐怖电影里的一样,她的嘴唇似乎收缩了,露出又厚又黑的牙龈和黄色的开裂牙齿。 没有嘴唇,也并未阻止她在那永远微笑着的唇上涂樱桃红的口红。 她的眼睛似乎缩进了眼窝里,画着烟熏妆的那眼睛,看起来像是布上瘀青的坑。 她举起一只腐烂的手,像选美冠军那样朝我挥了挥,手腕来回转动着。 我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尖叫,然后迅速转身冲回屋里。 我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门,把扶手椅摆回堵门的位置,然后跑到厨房的窗前。 但她已经不见了,我无法想象,我在屋里回想起她那恐怖的模样,她到底发生了什么? 我决定在网上查一下我母亲,我不知道是什么推动我这么做,但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我不能像个坐以待毙的火把子一样,等着那个怪物再回来。 我把她的名字输进了搜索栏,前几篇文章很旧,都是十年前她选美冠军的报道和采访。 然后我看到了一篇今年的文章,确切地说是两个月前的,那是个报纸文章的扫描图,比她年轻时的那些文章版面小得多,用词也没那么夸张,放在了报纸的底部。 这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一对夫妇,在早晨散步时,偶然发现了一具一动不动的尸体,是我的母亲,我那完美又爱吹牛的母亲。 她服用了过量的药物死了,更重要的是,她已经死了,但她又没有死,她就在外面。 我刚才看到她了,还活着,还在呼吸,我试图寻求合理的解释,却只意识到我在外面看到的那个东西根本不可能活着。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,又一次吐在了厨房的地上,当最后一条短信传来时,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,我要进来了,我要去看看我的外孙女。 现在,我坐在我女儿的房间里,努力不要吵醒她,我能感觉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。 最后一条短信,是五分钟前收到的,敲门是两分钟前开始的,我动不了,我吓呆了。 我可怜的孩子在我身后睡得很香,全然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我母亲的敲门声终于停止了,我能听到她打字的声音,来不及了,她,那个东西,来了,她找到我了。 我还拿着刀,我希望还有立即去反抗。 莉莉娅,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这篇文章,我爱你,我现在打算为保护你而出去战斗,真的很抱歉。